你好,老哥,看需要点啥 我回首音乐 回首啊 你看看,音乐还不比字眼 哇,来我看一下 是这样,老哥 锦书穿银,所有的锦书都能锤香 锤香的话,只是在国区啊 识别音乐的韩音两 因为国区是音本位 有一些作坊啊,他会造家 但是他用黄洞操港造家 好,我先给你看你的整夹吧 这边看一下 穿的那样了 对,咱先看一下 你这个呢是大琴金币 你看你这个包奖啊 这穿实的包奖 看一下背面 这个还审办弄的,这个储备报了 嗯,包奖比较自然 比较软,没有什么大的壳膀 扁持 又没啥问题 这边有点生木 很正常 你这个是整的 看你这个样子应该是甲穿的 嗯,对,穿好方便啊 甲里面都是,每个人都帮了一个 就这一个 嗯,那你这个是整的 架子的话用看一下吗 嗯,看看光景的样子 你这个的话是大琴 大琴是 比较烧的 你这个的话 搭的要一万以上 看一下了吧 咋了 我给王,我手机上 王爷手下 这一个人几百万呢 你给一万多块钱 哈哈哈,你手的应该是昌许龙 你再看看 你别看错了 你这个是大琴铺董班的七许龙 你就是以两万块钱来讲 仓许龙的话 确实优 确实几百万也不佳 但是呢,因为就是数量太少了 所以说才是几百万 我给王爷看看 他那个几百万的那个图片 给的图片一样 那不一样 他这个,你看你这个护许啊 你这是晚取的 这护许 你这是晚取的 他那个仓许 弄的许是吧 嗯,对 但是他的弄的样式也不一样 你这个就是铺董班 一万多块钱 啊,是这样的 嗯 哎,这是假的名 出生下来的 看你这个宝粮都是下 第二年 就像歌手的 他又来这个应该医院 这印子 他说不容的 叫他去搭两根戒指头了 那那那那 我这不容的 我那我看看 我一看我跟王爷说 这几百万的 这你说只一万多块钱 确实都是一万多块钱 但你搭戒指的话 你太可惜了吧 这一两 你现在这个 我给你抱一万多块钱 你搭两个戒指 你能值一万多块钱 那肯定做不了 对啊 那你砸伤了呢 这五年是这牙子 第二牙子 你要是咋能 咋粉啊 你第二牙的话 你就共同一共同油嘛 你这牙子 可以放着 关不关 关不关 分开 去两半 你去两半 还不如搭戒指的 你去两半的价值 也几本为零了 嗯 你一个吃一万多的 你聚开了都一个 他这个 是这样的 你如果不聚的话 它是一个 无完整无毫的笔 如果你聚开的话 它都属于残币和废币了 你看啥呢 你说的 我一个办法 那他放 他留着吧 我不放心 我留着他不放心 他也不管分开 你要不还交给父母官 对不对 到最后再分 如果说像那个币 再放几年 嗯 管值多少钱呢 再放几年的话 它会不会省值也说不准 因为现在大秦是叠价了 呃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债证 不可扶置 但是大秦作为龙央三千克 自己吧 许家才好 数量才多 现在有些优说狭讲 那你一直在放啊 找我配件的 呃 市场这些都说不准 有这个可能 也有可能省 你看这咋呢 那不懂啊 那不懂啊 那不懂啊回家散散散散散吧 我不懂啊 到这边看看 卖了还是咋呢 走 还是保存着吧 尽量保存着吧 因为这是穿甲包 卖了容易 买了时候都买不到了 那叫做大秦说 他能到的 他就说 这家伙打戒指了 那是最不理智的行为 你现在这个音乐啊 它的价值就在于 它是整的 我 我保存的比较完毫 你要再把它破坏了 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尽量溜着吧 我给王爷说几百万 这人说一万多 你可以再多打点哪点 确实这都是市场的好价 我抢其他地方 我问了 有的给几千 有的给几百 一万多市场的正当市场价 那有的给几百来有 有的给几千来有 几百来都骗人了 那怎么了老板 我看你说的 哎呀比价格快高 我到边回家问 不能老到时间再过来找你 走走走 好好好 好好好